Hello,大家好,我是叶子 首先我要感谢最近给我发来很多新闻线索的朋友们 但是呢,非常遗憾,有些线索我真的是不能用 因为我曾经被YouTube警示过 警示过以后很麻烦,那个警示跟了我整整三个月 就是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发了一期关于一个家长打小朋友的 其实我是批判那个事情 但是因为那个画面里面有这个家长打小朋友的动画在里面 所以导致我被警告了整整三个月 所以我非常的小心啊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发给我的一些新闻线索呢 也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确实我是很想输的 我是很想呼吁大家一定不能这么做 一定要反对这么做 一定要抵制这么做 但是如果这样发的话 我这个频道可能很快就没有了 I'm sorry 但是尽量吧 就像我昨天刚刚发的 关于那个在新加坡三楼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视频 不管大家说 那个视频在发出来的前将近一天的时间里面 都一直是被黄标的 我也是大意了 因为那个视频里面因为有小朋友嘛 所以说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就被黄标了 后来我申诉一直到今天晚上 我的流量 那个视频的流量已经 已经蛮高的了 然后才变成绿标 但是前面所有这个流量的这个收入都没有 当然 我不是为了挣钱而做YouTube 我也不太在意这个东西 我也不会因为它是黄标 我就把它撤下来 或者是重新修改再去发 所以说我只想跟大家说一声 表示抱歉 有些内容如果 确实过于敏感的话 我不太方便去聊 包括一些政治问题啊 地缘政治啊 包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战争问题啊 曾经我拍过这个关于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 结果被被标被黄标等等等等 就是说会比较小心吧 那么今天想聊什么 今天想聊一个 一个朋友给我发的一篇文章 我真的看完以后非常非常有感触 所以我想就算给大家读报吧 这篇报纸呢 这个报道呢 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早上 10月22日星期二 早上的这个早报 早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啊 文章的标题是 蹭流量 寻正道 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已经能猜到了 就是讲的是现在的自媒体 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网红 我们先简单的读一读 我可能不会 每句话都原本不动的读出来 但是我会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啊 你看太多字上写的 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社会上流行一句话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如今可以仿造一句话 冒仿一句话 东西南北中 东西南北中 发财当网红 就是说现在这个产业 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 目前最蒸蒸日上 最可怕的就是网红产业 就是网络直播这些东西 而这篇文章就是讲的这个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人类进入自媒体失败后 自媒体应运而生 特点是现在花电子化的手段 自由的海量的随行所欲 随时的定向的向特定或非特定的人 或群体发送规范或非规范信息 因此而吸引流量 一旦得到足够的流量 自媒体的主儿就被称为网红 商家便会找上门来 请他们打网告 带货 什么代销商品 网红多半获利 很丰富 眉开眼销 眉开眼笑 有人眼红想当网红 那么先说一下 其实我个人 我作为业子 为什么我读这个文章 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 也在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呢 我真的是 网红这个词 说实在话 我是不太喜欢的 我自己也不太愿意称我 称我自己为网红 首先第一 我不是很红 我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我没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流量 我有一些啊 我有一些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大V 有很多这种就是莫名的 就是很盲目的订阅我频道的人 我觉得看我视频的人 最起码和我 都是有共同语言 共同普世价值三观 还是比较接近的 我觉得我的这个流浪里面 大多数我的我的观众 都是比较高质量观众 这是我的我的评价 说实在话 当然我的我的观众里面 肯定也有反对我的 这个OK了 我在加拿大生活 我十多年学到的最多 最大的东西就是 这个世界上要允许 多种声音的发声 所以说我并不反对 但是我并不想把我自己称为网红 因为我觉得我的本质和网红差很多 因为我所做的事情 根本和流量无关 在多年前我开始做这个事情之后 我跟我太太说过 我做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我做视频的原因是 大家体会一下 看过我视频的人都应该知道 我是不太赞同一些大陆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的 对吧 他们虽然号称他们有普世价值 但他们的普世价值 反正和我的普世价值 不在一条平行线上 我们不在一个宇宙里面 然后呢 我在加拿大 在国外生活 我作为一个小众 我周围也能接触到很多华人群体 但即便这样在海外的华人群体内 还是有很多小粉红 还是有很多战狼 我曾经在我的微信上 发过一个就是 因为我很忙嘛 我说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 做视频 我来拍摄 我需要人帮我剪辑啊 帮我去做后期 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的视频质量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投入 然后有很多人跟我联系 在微信上 联系过以后 然后我就说这样 你们先去看一下我的频道 如果内容你们觉得你们愿意参与 我们在一起合作 要不然的话 大家价值观不一样 没有必要在一起合作嘛 结果到现在 我也没有找到一个 就是愿意跟我同流合乎的人 所以我当时跟我太太说 我做这个事情 我是想 我是想本来我在中国大陆 我就属于一个奇葩 真的 这么多年来 我在我中国大陆 我在南京工作 我的朋友都觉得我比较奇特 我有很多的思想观念 和很多人不一样 真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真的是长期以来 我是视金钱如粪土的人 我是很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人 就即便我自己也做一些小生意 但是我从来不拿自己当生意人而自居 我觉得我不能被这个铜臭味 所完全给铜化掉 当然 人也会在变 我也慢慢在转变 当我在做视频的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叶哥 你一定要蹭流量 就跟这个文章里面 马上要说的一样 你不聊一些新鲜话题 你就没有流量 你就出来 我说 我就不要蹭流量 我说 我就要培养我自己的 怎么说 这个 总归会有人认同我的价值观 我需要这些人 做我的观众 做我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 你来文尼博 一定要联系我 我在文尼博认识很多很多人 我每次 今天晚上我出去买菜 还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 不是因为我有名 我在文尼博本地 本地人倒没有很多人看我的YouTube 但是我在文尼博做一些活动 什么 大家都还比较认可我 我做事真的是为了交朋友 而且我在文尼博做的很多事 大多数的活动都是非盈利性的 我自己也经营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举办一些音乐活动 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很多人会抱怨 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 对吧 但是我立刻就反对这样的观点 OK 言归正传 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网红 好吧 继续往下读 你看网红并非天然或自来红 最大特点就是它有大量粉丝 聚集到流量 然后他们获取流量方式 主要靠蹭 蹭就是借机白白的得到好处 含贬义 然而由于利益趋势 谁管保贬的 谁管是保义还是贬义啊 照蹭不 这点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反对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就是话题都不是什么 非常非常新鲜的话题 大家可能会看到我很多话题 别人这个新闻已经出来过了 过了好几天 叶子才在那说这个话题 对 没错 因为 首先第一 任何一个新闻出来 我总希望让这个子弹飞一会儿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新闻到底是真是假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新闻记者 我没有一些渠道去认证 验证这个新闻的真伪 即便是大的媒体 它也有可能犯错 第二 很多新闻的背后 还有很多别的这个消息在后面 我打个比方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台湾一位著名的歌手 叫刘文正的 他到底是生还是死 对不对 去年还是前年 就突然一下网传他去世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为了经验他 我还自己制作了一张 他的一些歌曲 然后发在油版上面 我自己听的 对吧 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但后来很快就被辟谣了 就当时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各大媒体都报道了 结果后来又被辟谣 但是呢 辟谣过后以后 也没 他自己也没有出来发声 所以到现在 刘文正这个人 到底是生 还是不是生 谁也不知道 所以这些事情 就不断的在提醒大家 提醒我 我作为一个聊时事的人 聊这个 怎么说呢 聊民生的人 那么我一定要 最起码这个事情要 确实以后 我再去聊 所以我不认为 我应该去蹭这个流量 我也从来不积极地去蹭 除非是一些 真的我能确定的 譬如说 中国队 这个0比7输给日本了 这个事情 全世界都看到了 我也很开心 我也很高兴 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发一下 对不对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份喜悦 对吧 除非是这样的东西 我能聊起来 对吧 或者是我在国内的时候 那个北京奥运会啊 就一些 真的是 定论的一些事实 那个我会去蹭 好吧 其实我也不是蹭 我就是把事实说一下 所以他们说了 谁管保贬 只要有经济上的这个利益趋势 就照蹭不误 而这点我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我跟别的那些网红相提评论 我绝对不是网红 蹭流量通常是借助热门话题 或他人的知名度做文章 也有人听到 风就是雨 朴风周雨 自己创作 以吸引更多的手机用户 点击自己的独家新闻 提高曝光度和影响力 推销自己 这点说得很好 我之前观众过一些 和我有比较接近的 这个反对大陆的一些 不太 不太好的 这个三观的一些博主 结果后来慢慢的 我就取消订阅他们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有些时候 真的是编造 事实 就为了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不惜一切代价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我不认同的价值观 就我认同警察要抓坏蛋 对 警察要执法 对 这个我认同 但是警察不能用非法手段 去执法 虽然你的目的是好的 你是想抓到坏人 但是你不能用 一个非法的手段 用坏人的手段 去抓坏人 这个我是不赞同的 对吧 虽然很矛盾 但是我不赞同 继续看 蹭流量的手段 八线过海 怎么样都有 这个造谣 居然成了某些人的 不二手法 令人不齿的是 造谣者还不知廉耻的 编造了一个叫 正能量谣言的 钦词语 举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他 就是说啊 有些人说 打理方 有人说 刚刚的苹果手机 在篱笆弄被爆炸 让部分人失去了 这个一些 头部和面部 官方辟谣以后 居然有人为辟谣者辩护 说即便是假信息 是造谣 也没什么 这应该算是正能量谣言 因为它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手机 而发生 所以这种就是非常的low 就完全不符合一个 正常的人类的这个思想价值观 中国还没有历史 中国的历史毫无意义 不过是循环往复 轮流坐庄而已 说的更直白一点 中国我个人认为 还没有进入到人类时代 为什么呢 世界历史 世界的发展 发展到今天 此时此刻 中国人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绝大多数的人 还是动物属性的人 而非精神属性的人 对不对 谣言 何来正能量 今年7月12号 中国新华美日电军 就发表一篇评论 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能量谣言 说的是非常的对 信息传播的专业基石就是真 这个词一定要就是真 价值基石是善 哪个都不能缺 需要警惕的则是美 真善美 这个我完全同意 因为在审美化的信息中 往往隐藏 或者掺扎着各种类型的东西 不难发现 所谓正能量谣言中 都加上了一些美好的愿景 但是即便愿景再美好 也无法改变 它是谣言的本质 就像刚刚我说的 你警察执法 你的目的再好 也不能改变 你是用非法手段 而达到的目的 那么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非法的过程 那么这个目的 你达到了以后 意义又何在 你和这些坏人 有什么区别 对吧 评论一针见 一针见语的指出 造谣成为了一门生意 由此鉴于 大家更要识破 所谓正能量谣言的迷彩服 极致鲜明的打击 各类谣言 产出各类谣言 才是正能量 玩手机 发展性 发视频的人 谁不爱流量 流量意味着关注度 意味着潜在商机 即便靠直播打赏收入也很可观 然而流量有两面性 蹭之不当 就会反而被吞噬 网红被流量反吞噬的例子 难道还少吗 你看 作者是资深语文工作者 这个作者都没有留名 这样的人 才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前面文章里面提到了 这个很多网红会有商家叫他代言啊 叫他去做这个 不瞒大家说 我已经收到很多这样的邮件了 真的是 然后呢 我都拒绝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的频道还是没有任何的广告出现的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产品是生产于哪里 有没有安全性等等 就很麻烦 我也没时间去制作这些玩意儿 我自己在大学里面 我有自己本质的工作 对吧 我也不靠YouTube为生 对吧 YouTube真的是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 南京话叫嫂 比较啰嗦的人 我喜欢啰嗦 所以我就喜欢跟大家啰嗦两句 茶余饭后聊聊事儿 所以我不在意别人给我多少什么什么代言 什么这些玩意儿 No I don't need it right now 如果有一天我决定全职做YouTube 我把我的大学的工作给辞掉了 OK 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人要生存嘛 对吧 那是another story 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在目前现阶段我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关于造谣的问题 我觉得我一直 我经常在我的视频里说 我说出家人不打狂语 当然我不是出家人 我只是开个玩笑啊 这个我也不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真的我是不愿意说假话的 我基本上也有可能 因为我的知识储备量不够 我说出了一些不是真正正确的信息 但大家如果看到这项情细 请纠正我 我虚心接受 我真的不是恶意传播编造捏造 谣言 曾经有一期视频 我聊这个新加坡大学 这个NUS 这个 这个 我把它读成了这个 NAS 对吧 这个很多新加坡网友就说了 说你不要 这样读 新加坡没有人会这样说 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 哎呀 确实是 太武断了 我不应该这么早的就这样去 用这个词 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后来还特意发了一个一篇 另外一个video 我说了 我向新加坡观众表示抱歉 这是我的无知 是我的低能 好吧 我表示道歉 男子汉大丈夫 谁不错 对不对 经常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 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一起 我们四个人 我们就会说 OK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我们今天犯的错误 Daddy made some mistakes Mommy made some mistakes 我们都会自己检讨 自我 因为我们想告诉孩子 每个人都是没有完美的人 孩子也应该知道自己 犯错误是没有 是可以面对它 是可以正面自己的错误 这样也能帮助孩子以后 不会跟我们去隐瞒他们的错误 所以就这样 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会恶意编造任何信息的人 所以如果我的一些信息有错误 有出入 希望大家友善的文明的跟正我 我一定会虚心接受 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纠正我 但他的这个纠正的这个这个这个证据 也不是很充足 在这个情况下 我是我保留我的意见 好吧 我不会轻易的就接受 你不能跟我说 叶子一加一不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八 你要说一加一等于八可以 那你要把足够的这个理由告诉我 这个这个 你的这个 师称的论点告诉我 如果我觉得 确实make sense 是一加一等于八 OK 我会我会接受 对吧 所以说 我们都需要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 I'm just saying this it doesn't mean I am right 就是我只是说 我自己的观点 不代表我就是对的 我的观点 你们仅供参考 没有人是可以说 完全永远正确 对不对 我们把我们的 我也是把我的观点 分享给大家 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去聊一聊 你们觉得好的 你们可以觉得点个赞 帮我传播一下 对吧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你们觉得不好的 你们也可以批评叶子 我说了每次 我都在说 评论区 我们文明讨论 我们OK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评论区的一些评论 很多评论 即便是批评我的 我也给他点了吼心 因为你毕竟花时间 看了我的视频 你哪怕是来骂我的 你也付出了你的劳动 我也要尊重你的这个时间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只要不是爆粗口啊 这些真的是不文明的东西 你反对我 我也一样给你点赞 我也支持你 在公共场所 文明的表达出 自己的这个观点 自己的语言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 对吧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坐下来 哪怕我们俩面对面 你也能说出 哎呀叶子啊 我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说的那句话 或者是什么东西 It's OK的 我没有意见的 所以 今天一下子说了很多啊 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 我说有一点道理 希望你帮我转发 这个视频可以说 也侧面介绍了一下 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另外 我也觉得这个文章很有道理 我也希望大家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 大家可以帮我 弘扬一下 转发一下 为什么 希望大家以后看到一些 不当言论的 一些不负责任的博主 千万不要 给他流量 看过一次以后 坚决不要 YouTube有一个功能 就是不看此频道 或者是不看此 这个什么 发布者的内容 你就选择一下 那个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一点 第二 如果 有任何的这个新闻 你觉得有可一度的 做一些自己调查 做一些简单的调查 再去阅读 去了解 我打个比方 我之前说过这个例子 有一天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一个大姐 年纪比较大了 可能五六十岁了 在我们的一个微信群里面 发了一个 一个 一看就知道 是假的那种 不负责任的自媒体 那个文章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一颗流星 一个流星啊 从宇宙里面 降落到地球上面 落到了 就是砸洞 砸破了一栋房子 正好落在了一个 老太太睡觉的枕头边上 砸出枕头上 砸出一个洞 知道吧 然后 我就跟我那个大姐说 我说姐 我说这个文章 你赶紧把它撤回 我说你千万不要发 就别人会笑话你的 就一个流星 哪怕你是一个 芝加盖的流星 从宇宙里面 就是飞到地上来 也不可能只在 砸破你的屋顶 砸出一个小洞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一天天的小流星 都能地下 就是几公里 范围的一个陨石坑 知道吧 就这种新闻 如果你不确定 你感觉 哇 他一开好像 哇 这种奇闻啊 奇闻意识 但是 请大家稍微做点调查 真的是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是 是哪一天 就是在英女王 在伊丽莎白女王 去世之前 有一次 新闻是 点错了还是怎么样 是他们那个 英国的官媒 发了一下 这个女王 还是谁 去世的消息 当时我一看这个消息 我第一反应 我先在别的媒体上 先搜一下 包括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去世当天 我正在搞活动 突然有个人跟我说 哎 叶子 科比去世了 我第一反应 真的假的 因为这个科比是个名人 我立马就在各大网站上 什么CBC啊 BBC啊 ABC啊 NBC 我各种我都看了一下 确实是这么回事 当时在活动现场 当时我就拿着麦克风 我正好主持嘛 我就说了 哎呀 给大家临时插播一个非常 虽然我不是科比的粉丝啊 但是毕竟我喜欢篮球嘛 就说一些消息 我都会经过自己的考证 我才会去发布 所以今天这个 我也希望大家 有如果你以后看到一些新闻 你有疑点的 论证一下 再去传播 再去 再去 告诉别人 省得 把一些本来就是 谣言的东西 越发越大 助长了这个妖魔鬼怪的威风 好吧 总而言之 就是希望大家 把我们的正能量 传播出去 把我们正确的普世价值 正确的三观 传播出去 一定要抵制这些 对 就像这个文章的 标题说的 称能量要寻正道 OK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 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